大家好 我是金鈴 消失了一段時間 真的很不好意思 終於回來了 其實我本身有其他片可以先出 但是因為既然我要回歸一下 就是一個小comeback YouTube 就打算拍一些大家敲碗想看很久的片 就是今天的手機調色分享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請拜託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這條片 還有留言告訴我你喜歡這條片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一直玩IG這麼久以來 大家都有問我很多調色的問題 其實我以前大部分都是會用 但是最近剛好有人問我用什麼調色的時候 我又學了一個新招 今天的影片就是圍繞著 我看完一個韓國Youtuber教怎樣撿照之後 一個不需要用任何APP 就這樣用IPhone預設的方法去撿照的功能 如果你們不是用IPhone的話 就不好意思 因為這條片就真的只可以IPhone的朋友才用到 對 我剪了頭髮 這個剪頭髮的影片其實也沒有拍到的 但是我會撥在稍後時間才出的 那為什麼這個韓國Youtuber 他會不用任何APP 只是用IPhone預設的功能呢 因為其實現在慢慢很多APP都變成要收費 所以他就想用一些免費的方法去撿照 他就發現IPhone預設它撿照的功能 都非常之好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也有一點點不好處 我這個就留在最後才說 那大家一起看到最後啦 首先我會稱這種調色為一個油畫風的調色 因為我覺得它撿出來 顏色的鮮艷度好像一幅畫的 所以我自己就稱它為油畫風的 撿照之前其實你拍照方面要留意的都有幾樣東西 第一 真的要撿到這類型的照片 雖然這個好像很廢 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 首先要抹乾淨你們的鏡頭 很多時候你撿到油或者有些霧氣的話 在鏡頭上拍出來的顏色是撿不到的 我們之前也試過 那個鮮艷度銳利度是會完全沒有的 所以一定要謹記就是抹乾淨你的鏡頭 第二就是陽光 其實這些照片我在同一天拍 其實那一天的陽光是非常充足的 如果陽光不足夠 或者如果那天是很霧的 那天的雲其實都不是很漂亮的 其實是未必會撿到這種這麼dramatic的感覺 首先我就會講風景的照片 第一張我就用我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它原先是這樣的樣子 是有點暗黃的 但其實本身的照片我沒怎麼改 它沒剪過 第一件事也是整條片的最重點 villiance這件事 你要調到最高的 哇 其實你調完之後 整個感覺是會很dramatic的 第二就是highlight這方面我會調低一點 highlight調低一點的話 其實它會黃一點的 但是它會把你所有色感更加強化了 好像感覺是再油畫一點的 你看看如果沒有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平淡一點 有時候有些位置不可以調太低的 就是人像的時候了 等一下我就會示範給大家看的了 但是如果調風景畫 或者是死物的時候 你調highlight調到很低也沒問題 因為現在是日光 所以其實它本身偏黃的 你就不要調到太低 如果你喜歡純白一點的話 但是這個位置我大概會調到43左右 然後shadows是陰影 可以調高一點的 其實陰影是你拍逆光照的時候 才會發揮它最大的作用 現在這些正常光的照片 你調陰影看上來沒有什麼分別 只會多了一陣武器 所以這個其實就不需要調太多 大概十幾左右 然後第三樣東西 contrast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人們說我的照片會 看上去好像比之前柔和了 其實就因為這個contrast contrast是令整件事看上來更加像一幅畫的 但是iPhone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它這個contrast調到最低 顏色都不會滑走了 有些很漂亮的顏色其實都留在這裡 我不想要太誇張的感覺 我大概就調到來 這裡感覺就好像有一層武器在上面 就OK了 然後blackporn這個東西 其實是會把你一些黑色的部分加深的 那我就會加深一點 如果加深了之後 其實會更加好像漫畫一樣 黑白很分明的 那這個就隨心 其實都不用調太深 我通常都會調十幾左右的 那接著saturation 其實saturation和vibrance 和這個warm是很像的 每樣東西調完之後 整個感覺是會黏了的 這張照片來說 其實如果它很黃的話 你可以調低一點那個飽和度 那如果你再調高一點 其實感覺黃色就會更加出的 那如果你想要粉一點 它可以調低一點 左右照片其實都是要調高那個vibration 色彩明度應該是 那這個一定要調高一點 其實這個暖的位置都可以加一點給它 然後這一張照片比較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tint了 tinted就是變粉紅一點還是變青一點 很簡單而已 但是如果是風景的照片 我好建議大家 通常都是可以調高一點的粉紅色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人會喜歡這麼青的照片 所以我們這些油畫風 通常我會調高一點的tint 那看起來整個畫面 都會有一點點帶粉紅粉紅的 而且它很神奇就會將一些直陽的感覺 變得再dramatic一點 因為直陽本身是黃色的嘛 如果你變成粉紅色 你是更加有那種彈紅的太陽的感覺 好像直陽無限好那種 很漂亮的 所以我很建議如果是直陽的時候 拍一照加多點tint 感覺你一定會很喜歡 然後銳利度要調高的 就是通常我們up IG 看上去你的照片要很銳利的嘛 其實iPhone預設的都ok的 但我自己後來會覺得 你加完iPhone的銳利度之後 在IG再加多一點 其實都ok的 會再sharp一點的 那個感覺 那這個iPhone 通常我都是調高14-15左右 這樣就完成了 我這一張超油畫風的照片 這張照片我也撿一次給大家看 這張照片原先是這樣的 原先這張照片我不喜歡它 就是它有很多黑色的部分 看上來其實有一點骯髒的感覺 那怎樣可以令它更加像一幅油畫呢 跟剛才的步驟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Brilliance那裡要調很高 調到很高都可以 其實只要沒有太曝光 其實調到最高100%都沒問題 然後highlight可以調低一點 因為現在這張照片 調高的感覺是會變得很沒有飽和度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張照片可以調很低都可以的 如果你調低一點的暖色系 其實天空藍色會再出一點 這個位置陰影要調高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到 其實黑色的部分會變淡了 整件事就沒那麼髒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調太高 臉會曝光的 這樣看上來就解像度好像很低的感覺 所以就不需要做這個步驟 陰影調到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對比度都可以調到很低的 其實剛才那種油畫風 我就把對比度調到很低 那看上來會更加實正的顏色 明亮剛才沒說到的 剛才那張照片我是沒有調到任何 明亮的 但其實這張照片 調高了那個顏色其實會淺了很多 其實這張照片 有時候有些照片反而可以調低一點 我覺得這張照片也可以調低 然後black point 其實你調高了 你看到嗎 那些黑色是好像漫畫一樣走出來的 那這裡也不需要調太多 因為黑色太多好像很假的照片 所以我就調高一點的 然後飽和度可以調高一點 然後色彩的明度也是可以調高一點的 但到這裡我告訴大家 你看到Tint 你現在調高一點 你看到嗎 其實就好像更加像直揚的感覺 所以其實看你喜歡 如果你想整個版面都是很粉紅的 你建議你所有照片都一定要加Tint 然後銳利度也是加高一點 那我覺得我的highlight 其實這樣修好之後可以調低一點的 contact也調低一點 finance也調高一點就OK 其實為什麼這張照片會這麼像一個油畫呢 因為其實它本身的牆 它都是一塊塊的這樣油上去 所以其實它的紋路 弄出來你突顯了它的紋路之後 更加像一幅油畫 但其實因為它本身的咖啡店都真的挺漂亮 所以看到我本身有人在那張照片 背景都好像一幅油畫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回人像一點 這張也是順光的人像 我是怎樣撿它呢 原先它是這樣的 超黑的 好像小麥膚色一樣 但其實iPhone這個撿照片的方法 其實是撿不到膚色的 大家就注意一下 其實你的膚色是會更加黃的 撿完之後 但起碼又很有氣色的感覺 第一件事又是 Brilliance 調到超高 我想說這個是偉大的發明 我覺得是iPhone才有的 為什麼我之前不知道有這件事 原來調高了之後 再加上其他東西之後 是可以這麼漂亮的 然後highlight 都是調低的 這個位置其實陰影可以調高一點 因為它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然後對比一定要調低一點 那個灰 tone它是灰得很漂亮 我覺得Lightroom跟iPhone本身這個撿照也有點不同 就算你一模一樣的配置 放回Lightroom 我覺得它也不是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飽和度都是不要調低它 調正常就OK 然後色彩明度 色彩明度一定要調高一點的 然後暖色你可以 暖色這張圖 如果你調低了變成青色就不漂亮了 所以其實我都可以調高一點暖色 然後粉紅粉紅 這個位置最重要就是調多一點粉紅色 距離到所有相片都不管 光都很距離到 都是一定要調的 那definition 還有後面的這兩個 都完全沒有調過的 到最後這個 其實就是你的邊緣四角 會不會有暗黑 其實這個我不需要 因為我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那我們回到前面 為什麼這張照片好像看起來 都是很黃呢 可以把highlight調高一點 那個shadows也是調高一點 contrast調低一點 brightness可以調高一點 你看到那個反差的超大 平時post死蜜的照片沒有什麼人like 但這張照片不知道為什麼 都挺多人like 比我想像中 所以我不如說一下食蜜的照片 這個食蜜的照片其實是黃昏的時候拍的 那個syrup上面其實也有一點反光 加上它的叉其實也有一點反光 不如這個我就會再教一個tips 就是怎樣可以有一種復古的閃爍效果 那我們首先就收拾了它的原色 然後我們就要放在另一個app那裡收拾 大家可以看看 原先的照片是這樣的 是長方形 但是長方形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重點 所以我把它的圖 我是先剪掉的 我是先剪掉做一個正方形的 感覺再骨子一點 精緻一點 然後第一件事也是調到brilliance 調到最高 然後highlight調低 你看到highlight調低了嗎 它那個閃爍是已經出來了 本身是這樣的 你看到所有東西都很光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有些東西在那裡閃閃發光 但是你把它拔低一點 你就會看到那些光影是超級漂亮 然後shadow可以調高一點 不要太多 因為不然上天會太平淡 contrast調低 對了 這個我朋友 發生什麼事 哦 坐下了 如果你想像那些閃爍的效果 我教大家多一個小小的tips 就是我首先會用over這個app 如果你有photoshop 你可以用photoshop 其實你只不過overlay一個閃爍的東西上去 上網就有一些透明底的閃爍的圖 可以找到的 save定一些底是透明的 sparkle的圖 然後其實就要自己p上去 雖然現在現成有很多app 有些filter 其實你都可以做一些閃爍的圖上去 但是我就比較喜歡這個 好像高質一點 你可以自己調校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校你哪裡要閃爍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校你哪裡要閃爍 那如果你閃爍的話 其實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全部的方向都是10字 你都是要同一個方向的 用iPhone來自app一個好處一個不好處 最大的好處就是它不用錢 第二就是其實把飽和度調低了 還有highlight調低了之後 還有這個brilliance的功能 是令到整張照片珍惜不少的 而且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開第三方的app 又要等它load 然後你又不用再save多次了 就這樣去edit它原先的照片 而你又是可以復原的 所以這個撿照的方式 對我們這些生活急速的現代人來說 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是它的脫點就是 就是對於我們這些做網店 要拍大批的照片的人來說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不可以批量地去撿照片 因為平時我們lightroom 是會copy了一個setting之後 去paste在同一個環境 同一個光度拍的照片 然後再逐一去fine tune 但是iPhone這個方法就沒有的 你要逐張去調校的 所以適合什麼呢 適合你那天只拍幾張照片去打卡 那你可能打完卡之後 在cafe裡沒有東西做 那你就很快地撿撿撿 撿完之後立刻可以upload 是非常方便快捷的 希望大家學了這個方法之後 覺得好用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多謝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影片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條片再見 bye bye by bwd6